哈喽大家好,我是染明明 我有大概有一个月是没有出新的视频了 之前没有出是因为皮肤一直都不好 发生了人生以来第二次皮肤大爆炸的过敏 我可以剪就是16年17年的视频给大家看啊 一个人是懒,一个人是我打开看了一下 我觉得他们都那些那些我没有剪出来的视频 感觉都还ok 我觉得大家不会想感兴趣的 没有了,这就是懒 就立刻就到了 我们的爱用品的部分就是因为 我入坑了 我不知道镜头面前的你们有没有人入坑 但是我入的非常的严重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不沉迷于游戏的人 一个小时,最多两个小时我就会停下来了 就会觉得,嗯,有点无趣了 就会放下 他不是,罪魁祸首就是他 他也在玩 哎呀,这你这这这 这拍着我,只要拍着我学习 你不能拍上面 大家看这里是学习的 这里是那个 然后我的这个呢,跟大家的可能不太一样 哦,没错,大家没有看错 这是动森特别宽 这背后是有这种,你看小花纹的 蛮可爱的 而这些不是重点 我最喜欢的不是这小花纹 而是它的这个,这两个手柄的颜色 还有那个机器的颜色 一帮帮帮我拿一线机器 壳呢是这个,就是这个呢是充电的那个 后面呢就是充电口啊什么的 插在这个 你的switch这么放进去 它可以充电同时 然后呢就分显到电脑上啊电视上啊都可以 这个东西你家里面如果来客人来朋友呢 就非常适合拿出来玩游戏 你这么一台机器发展 一台机器可以连四个手柄 你可以有四个朋友一起玩游戏 然后呢就到了我的大报名时期 真的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 我非常想要吐槽这个东西 尤其今天的吐槽第一名 此生,此生,此生 我可能啊,可能 应该都不会再去买科研实价的东西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东西那么可怕呢 大家,大家如果你是干抿皮 如果你有过敏时 求大家别去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成分大家如果去扒一扒就好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位专门做护肤的YouTuber的视频 大概就是这个精华里面总共有25种成分 其中的12种都是非常不稳定的精油和香精 就很容易让皮肤本来就敏感的人过敏 你涂一个香精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脸上会坏人一心吗 可能吗 我呢傻傻,蠢蠢的就一直在用它 一开始也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就觉得这种东西有点鸡肋 因为它那些油它吸收不进去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对香精这么的敏感 像大家都知道我之前上学的时候 我会做鸡断食 我就只涂保湿的水和保湿的霜 结束 在疫情刚刚发现的期间我就这么干了 那一段时间我就发现 鸡断食不能只涂水和乳了 还太干了 特别特别的干的 然后放着紧绷 它没有强调它自己是抗皱的 或者怎么样 然后它又是man night 就只是个夜用的 一天只用一次 所以我就刚好觉得这个东西不错 我就拿来用 它对呀 怎么感觉没吸收呢 怎么感觉还是这么干呢 然后这样子大概过了个两三天的以后 哦 哇 爆米就开始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最近疯狂的爱上涂抹型面膜 涂抹型面膜对于我这种远大脑门大的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好 我想说 啊 里面的发气线 天生的 天生的好吗 天生的 因为很多变成面膜 他们不会觉得你的脑门可能有这么大的 所以呢 他们一般都是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大半个脑门都是落在外面的 脸呢也一样 这一段也是完全贴不到的 所以呢涂抹面膜对于我这种脸比较畸型的人啊 是非常反对于我好的 然后在这里我要隆重 隆重推出PVC 酒破面膜 这个呢我已经用了好多次了 这种涂抹面膜我一向都不省的 因为我觉得涂抹面膜你要到位了 你要涂的量够大了 它才可能会有用 所以呢我都不省的 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的啊 最火的时候是根本巧不到这个货 这个我是终于在我的代购再刷了 我才买到的 就本来呢只是因为大家都在 就是风很大嘛 我作为一个美妆博主我想要试一下的 我没有想到它的效果会让我很喜欢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喜欢到我开始买他们家的别的产品 这是他们家的一个新的叫做抹茶 这个呢我还没有用 因为这个是属于 这个呢是属于毛孔的 因为我现在还很干嘛 我暂时先不做这种清理毛孔的 但是我都买了囤着了 它主要呢就是美容保湿 而就是保湿为主的 所以对于在过敏期间在恢复期的时候 很缺水的状态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这个的话呢我基本都是在洗澡之后才会使用 我喜欢洗澡的时候就把面部清洁给做了 然后在使用这个之前呢 会先喷一点保湿喷雾 再涂这个面膜 这个PTC的酒泼面膜 它的包装算是 这种涂抹面膜里面放干净了 它的口比较小 是你这样子挤 你挤多少出来 你就涂多少 你不像很多罐装啊 你打开的时候呢 你就是拿手或者是拿那个棒子 咬一涂 但是它别的部分是已经接触了空气的 它就可能是会不卫生的 会变干净 会变干净 变脏的 然后它的味道是 有点清香的酒味 它不是酒精的味道 我是干米皮 但是涂上这个也没有任何的 不舒服的状态 所以呢 它对敏感皮 我自己的亲身测试下来 是非常友好的 一般面膜 我都建议大家 10到15分钟 就可以洗掉 或者是摘掉了 这个面膜是那种 豆腐渣一样的感觉 你先按摩 你可以先按摩 按摩了以后 你再把它擦掉 那我把它擦掉的方式呢 是我有那个 洗面奶 不是 洗脸睛吗 就很方便 你就可以做一点水 然后呢 就一点点擦 一点点擦 然后你能够看到那个 上面会有一些脏的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洗澡前 你做这个面膜 然后洗澡的时候 我就顺便把它冲上来 洗完了以后呢 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 皮肤能够会亮白一些 然后摸着的话 它也很 就是有保湿补水了 然后有润滑的感觉 对不起 嫩滑的感觉 这个效果在我这种 皮肤的脸上呢 是可以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的 在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啊 一个面膜能够持续到 第二天就是奇迹了 因为它比较火 大家一定要注意 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甲 我大家千万不要买到甲的 背后的这个码啊 是这个样子 防围码是这样子打印出来的 字啊数字啊什么的 都是打点打出来的 它的那个质地是比较厚的 你要揉搓它啊挤啊 还是要一点点力气的 所以最好的话呢 是找靠谱的 你真正认识的日本代购 或者呢就是那种正经的官网啊 渠道啊那种地方去购买啊 大家注意个 朵帆对于泛红 哦 别见笑 就是立刻到没那么夸张 就是很快 你的皮肤就能够稳定下来 我很推荐 就是比较容易会过敏的人 你平时家里面就一直囤着个这个 囤着个这个 如果有过敏的时候呢 立刻拿出来用 千万不要犹豫 这个东西算贵 但它效果是真的特别的好 主要呢爱用的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First Aid Beauty 他们家的这个急救霜 他们家这个面霜 特别特别特别的管用 我一个月 我报名大概就是 这么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把全部给用完了 我每天都抠打一坨 这么打一坨 全部完凉 涂用凉 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干嘛 这一个月期间我每天都用它 然后我的皮肤就稳定下来了 也镇定下来 当然这个跟我自身的 这个恢复能力是有关的 但是它也管得非常大的用处 他们两个的搭配 是完全能够把我给救下来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 如果你是女孩子 真的一定要人手必备 其实我说的只是他们家的发带啊 只是上面的发带 别家的发带 我觉得没有他们家的这么好用 别家的发带会很紧 你可能只能带一两个小时 你的头就整个像金箍咒一样 你已经不行了 但是像这个的话呢 就你能够带一整天 都不会觉得有困难 你还要过去的放它可爱 因为它很大一个 在到脖子上 然后呢就直接 就撸上去 就搞定了 可以直接就带着这个就下楼 也没有人会说我什么 因为它很可爱啊 对吗 一妈妈 然后呢就到了吃的部分 吃的部分呢 我们先说零食 这个其实火了好多年了 这个现在都不火了 好像都没人吃这个东西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疫情期间 我会莫名的 莫名的喜欢吃这个薯片 它的那个甜味 调得刚刚好 大香也是刚刚好 那个脆的程度也是刚刚好 一切都刚刚好 我非常方便爱 疫情期间 买了不知道多少 直接就有一箱 拆开全是它 连五百万都喜欢吃 如果呢 大家喜欢酸酸辣辣的东西的话 一定要买这个 我忘了看到它包装 我都特别想 现在去烧一壶水 把它给煮了 为什么我把吃的留得这么晚 为什么我这个视频要这么晚拍 Why 这个东西呢 它是干的 但是不要不要不要 先不要去想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干的粉 比较少嘛 干的粉 大家对于粉的概念 都是煮在汤里的 那这个就是 我之前也不知道 桂林 除了桂林米粉那种碗煮出来的 还要这种干拌粉 如果你喜欢酸的 咸的 辣的的东西 这个特别特别好吃 它没有那么的辣 它我说实话应该不算辣的 它的酸和咸味都特别特别的合我的意义 它除了味道好以外 它里面的料给它特别的足 这个 这个小肚子啊 是脆的 就是那种 那种感觉 其实我心里还有一点暗字 暗戳戳的高兴 庆幸 一毛毛不喜欢吃它这样子 虽然它现狗 但那六包都是我的 以上呢 就是这次软绵绵给大家 发自 发什么肺腑 我还没讲完呢 吐槽还没开始呢 吐槽呢 刚刚吐槽的一样东西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要吐槽 这个吐槽呢 只有两个东西 一期间我没有买 什么新的东西 但我买了 它没有到 斯芙兰我下了非常多的期待 都没有到 所以它到了 我会一起录一个开箱测评的视频 大家甭广的期待 因为我买了 饭的好多 最后一个吐槽的东西呢 是这个 这个呢 是Lubaridum 它们叫的一个身体乳 为什么我会买它 这个身体乳 我之前是根本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东西在国内活不活 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一句 它不会治疗你的肌皮肤 甚至于它都不 它完全的方式的效果 Nothing好吗 妈妈你在看吗 妈妈你记住哦 你的朋友 那些说这个能治疗皮肤的朋友 骗你去买的朋友 都是假的 妈妈了 请跟那些人绝交好吗 妈妈 这个东西真的一顶了没有 我觉得身体乳的诉求 非常的简单 你要吗 X10 要吗 X10 就这两个 二选其一 你都做不到是吗 我妈妈跟我说 她的朋友说 这个东西能够去治疗皮肤 让我去买 因为我是有比较严重的 肌皮肤的 我当时买它是说 那既然 反正你是个身体乳啊 哪怕你不能治疗皮肤 我都不会怪你 因为能治疗皮肤的 身体乳几乎没有 只是说 小样 听说你可以解决 我来踹一踹 结果撤有后发也没有用 那至少你是个身体乳 那你能够做到保湿吧 可以吧 Nope Nope 没有错 Nope 你又不保湿 你还不香 但就做Fragrance Free 对不起 我瞎了 他们有味道非常正常的 她叫她的名字 就做Daily Moisture 你Moisture在哪里呢 那这些呢就是疫情期间 宅家让我觉得 续命非常优秀的东西 以及我以为可以续命 但是根本没有续命 甚至还害了我命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吹捧了东西 大家如果要下单 多快 是下单之前 还是要先去做一些攻略 那所以我觉得不好的东西 我采了的东西 我吹 我吐槽的东西 大家也还是要做一些攻略 就是看一下跟你 肤质相似的那些人 那些人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你再去买 或者再选择去不买 好吧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解散 散 手机呢 你帮我把手机拿过来吗 你让我真的睡 就你背后 这不是背后不背后的问题 这是懒的问题 我居然一直在拍 我现在浪费时间